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他感到相当自责 王思平演出的第一部戏剧是由杨锦华提名道主演的《钟无见》 去《苹果日报》报导 王思平当时音不懂走位 演技也不尽人意 竟在演到第三集时被高层要求换脚 得知的当下 他因觉得很对不起杨锦华和民法崩溃大哭 是在导演绿宝下台的一性面 此后他每天都报纸病 去上表演课 直到三年后才对自己叫了有自信 他也提到过去因自己知名度不够 至中国拍戏尽遭去阻恶症 故意要他凌晨五点到片场 等到十点才告诉他今天没你的班 让他委屈到一身工 就去喝啤酒发泄 演戏至今一八年的王思平表示 自己大多演女儿的角色 他笑说 我觉得可能我尝得比较冷感 脸比较利一点 大家很容易找我演高贵女 见女人 心机表 演到后来我都溺了 觉得不想再种服同类型的角色 想说为什么 都没人找我去演狮子 尤其很想演一些苦担 先前 他曾驸马 来西亚见 使学习 往后也会多争取不同性质的角色 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 为成年进物业就久后请勿开车 饮酒过量 有害健康 王思平过去差点被换脚 翻摄自王思平脸书 王思平大多演出女儿 翻摄自王思平脸书 王思平左一过去与杨景华左二 迷道友二演出中五眼 资料照 记者宋志雄社 魔旅 冷大多演出 幸福 卢ond 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